彰化基督教医院大健康有机农员请接牌 掌声鼓励谢谢 食疗时代来临 彰化基督教医院与明道大学凯士豪米签订产学合作意想书 目标将入港基督教医院长青院区前约十公顷的农田 改造富裕成健康快乐的有机农场 张基协同总院长郭守仁医师表示 明道大学的特色发展精致农业已有亮眼的成绩 希望借由产学合作意体培育青农精英人才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跟张基以及跟凯士豪米 共同来营造一个有机的农员 有机其实是没有农药没有化学的回料 因此它对于我们人类的健康是绝对的有助益 明道大学受到农委会的这个专案的委托 办理每年30个工会 就是让年轻人能够成为新农民的这种耕作 那这样正好这里有一个这么好的基地 让学生充分应用 张基为善进社会企业责任 推动友善生态环境 2018年起规划将入基医院长青院区周边9.3公顷农地 与明道大学合作种植有机作物 要用香草植物与植林 未来也将连结医、养、食、农、教五大体系 发展养生、疾病疗愈、专病康复 成为教育示范中心 广阔的生机疗愈植物园区 渴望活化临近社区 促进地方观光发展 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是一个幸福的医院 我们爱上帝、爱土地 我们的宗旨也是关心这块住民每一个人身体的健康 所以我们跟明道大学有推动这有机密 还有阿凯负责人 我们共同在人民的身体健康做促进的工作 让住在大彰化这个地方的每一个人民 能够有好的一个食物 能够在健康上面得到最好的一个食安 明道大学校长郭秋勋表示 将导入开发校地成为有机农场的经验与张机配合 合作期间安排 由精致农业学系老师带着学生来实习 培育更多的青年投入农业 提供优质友善的农产品 给医院员工级病患民众使用 明道大学公关记新闻中心综合报道